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MRC小陈这边必须要完成一个四抓 这里对吧 拿了一套很硬的阵容 这套阵容真的很扎实 前期只赢一手上来撞脸冒影家 只赢一手上来撞脸冒影家 所以他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带一个狩猎本能来找冒影家的 只有这个可能性 找到冒影家 那还有往下写剧本的一个可能性 你上来抓个守墓抓个佣兵 基本上没有可能 抓祭司嘛 也不行 抓祭司这边对吧 可以选择看情况卖掉 然后冒影家这边挖树叶把密码机全部点亮 抓祭司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是特别高 就只有上来找到冒影家才行 第一个点冒影家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冒险家的位置 好像不在这边 带的是一个张狂 张狂八卦 带满拘禁狂 还带通级 一个必须四抓的天赋 前期一手机会没抓到 基本上就结束 先消耗佣兵的道具 然后等淬火传送 自闭这边祭司已经在连大洞了 连的是好像守墓人那个方向 这样的话中场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点 这边有大洞 直接传送过去 什么人交产 祭司去大船 哎呦好难受啊 这好急好急 好想起节奏 但是求人者好稳好稳 就不给你对吧机会 一边很急一边很稳 那这边四抓率还给了个24% 这个四抓率不太可能 我觉得四抓率大概不到5%吧 现在找到冒险家还有机会 现在找到冒险家还有机会 硬追守墓人那真的是乃于上青天啊 硬追守墓人乃于上青天 夹一下 追一刀 他这边想要夹出伤害以后一刀秒了 因为我这刀打完以后 守墓人必定能够用下一个铲子了 思路是没有错 但是大空地上面没有机会 这边雕像推 哎哎我 穿大 穿洞干嘛呢 你交个铲呐 这不需要牵制 不需要秀的呀 交个铲就行 没必要穿洞对吧 这边老老实实把这个铲子给交了 那这样的话通缉到了佣兵 呃还没到二街 这里看下祭司是可以从船的边缘打洞过来来捞一手 捞下来以后 但是这边如果说真来捞 万一没捞下来 被小城神仙防守防一波 那可能就真的崩了 还是卖了吧 这根铲子不要了 好吧 卖掉了 猫耳加手上面有一百的输液的 所以说我们看上去的外面五台机 一台94% 一台百分之二 还有一台百分之百 在猫耳加手上面 所以卖掉我觉得是可行的 这里的话各种雕像来干扰佣兵的机子 什么人过半 这边祭司看祭司他记不动了 再过来回来找 好的 祭司这边还是想捞一手 还是想捞一手 可能这边穷者有计算他的一个雕像量 因为刚刚在佣兵那边教了非常多的雕像 所以这边防守的雕像是不多的 能捞下来吗 我去二阶 二阶 这边 这边祭司不好说呀 已经到二阶了 我那个天 祭司还不能倒在这边 这边是遗产机 这边是个大遗产 一个洞打走 还行 还行 这波拉走就行 还防守反船 橘子上面来看 虽然说小陈这把迎面有 但还没到一定四抓的时候 还没到一定四抓的时候 一波雕像推倒 嗯 这波想来救嘛 也没错 对吧 因为帽眼嘉 不因为这手门手上面还有个铲子 这个铲子是真的不想浪费 帽眼嘉这边找到 好打一刀帽眼嘉 佣兵这边的话被迫交互币过去赶紧救人 打了一刀帽眼嘉 然后回身过来打防守 外面的话两台机子 两台机子的话 船上面的还百分之 应该是百分之六十三的那一台 外面还在百分之五十几 帽眼嘉这边的话百分之十一的输液 救下来 能不能秒掉这个祭司 能秒掉这个祭司 能秒掉这个祭司 其实都不够四抓的 为什么他没有挽留的 他这把的天赋是没有挽留的 所以说穷者 留一个两人开门站 都能跑一个的 帽眼嘉这边修一台 佣兵这边上 上大船去补 祭司的话 待会可以拉大洞给佣兵 祭司可以留大洞 然后待会对吧 你抓帽眼嘉我这边拉大洞给佣兵 然后两人状态一补 帽眼嘉这边我们再卖掉 然后把祭司修完以后两人开门站 也可以能跑一个的 甚至能跑两个 因为小陈这边没有带挽留 就是赢可能能赢 但是四抓不好说 四抓不好说 局势上来讲的话 现在这边 我机子直接点亮了 这边因为没有干扰到机子 他这边的话祭司拉开以后 小陈这边没有起个快速击倒的节奏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趋向于一个平局 趋向于一个平局 我们看看这边能不能够打一个三抓吧 四抓想象不到了 四抓已经盘不到了 这里佣兵甚至都没有点这边的门 怕就是怕什么呢 祭司打这边以后 佣兵门门开 然后直接再去找佣兵 直接是往那个 茂尔家那边走 传过来 没有人 好的 那应该是平局锁定 祭司这边的话无所谓了 那也是可以恭喜ACT了 这边是 在最后一局 取悦爆发 红夫人四抓 然后穷尔这边的话 虽然说有些波折吧 但最终还是 稳住了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平局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